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台北牛乳大王 位在忠孝東路五段這邊 這是一個MIG大叔的回憶 童年回憶 他跟這個香雞城 頂呱呱這一系列的商店 是屬於同一個時期的商店 當然他現在已經沒有那麼紅了 但是是屬於這個大叔童年的回憶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 這個是進門之前左邊有一個乳牛造型的一個戶外小桌子 看得出有這個歷史的痕跡 還有在這邊早晚般服務生 就是左邊這個很值得懷念的標誌 然後營業時間是早上7點到晚上12點 然後這個是一樓的 一樓的座位區 用餐區 大概可以做個 應該四五十個人沒問題吧 那這個是內用的Menu 原則上都 兩百塊以下 然後這個是飲料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飲料的部分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這邊可以看到他們的作業情形 就是這個招牌木瓜 好小姐不好意思 那我要點餐 點餐 點餐 謝謝 我要那個 牛肉潛艇堡套餐的 要木瓜牛奶 然後不要加糖 這邊用 這邊用 好 那這家店的歷史應該很悠久了齁 這家店的歷史 應該很悠久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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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小時候就有喝過這間木瓜牛奶 哈哈 可是我小時候就有喝過這間木瓜牛奶 喝一下 好謝謝 好 那就總共是一百五十五元 好 好 那這邊可以稍微看到一點就是 不停的在削木瓜 那這餐區 原則上還是算蠻乾淨的齁 這邊還有樓下的部分齁 喔 燈好像還沒開 因為找不到開關齁 只好稍微暗暗的看一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布景齁 是這個乳牛 賣萌的樣子齁 然後這個是樓下的部分齁 然後廁所在樓下 這個就算是他們的mark了齁 台北牛乳大王 大概可以坐個 20個人吧 那可以稍微看到一下他們的餐點都是現做的齁 那牆壁上的話都是跟乳牛有關的齁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齁 玻璃化 那早餐就好了齁 這個就是牛肉煙燻前廷堡 然後這個就是我要的那個木瓜牛奶齁 就是他們的招牌 那杯子轉一圈看一下齁 可以看到它裡面這個木瓜牛奶是很濃稠的齁 一圈它 杯子就長這樣 當然跟之前我小時候記憶中的不一樣齁 但是這個濃稠度還是一樣的 非常的濃郁這樣 為什麼要來喝這一間店齁 因為我小的時候齁 如果能夠來這邊喝台北牛乳大王齁 大概就等於那個時候現在的星巴克吧齁 算是高檔的飲料店 但是它現在已經沒有那麼紅了齁 但是 如果你是三十幾歲到四十歲的人齁 這一定在你的回憶中有佔有一定的地位啦齁 非常非常懷念齁 所以大叔也是老輝阿 那就喝喝看 嗯 我以十分來講齁 這是百分比 它的木瓜味是非常濃郁的齁 大概有占到六到七分齁 甚至到八分齁 因為現在不是木瓜的盛產期齁 所以比較沒那麼甘甜 所以它的這個木瓜的香氣齁 跟淡淡的蟹奶的味道 因為我是要無糖的齁 所以這個就是只有果汁 木瓜本身的甜味齁 大概一分吧 半分到一分而已 這現在是水的味道 這整個就是很濃稠齁 所以 賣個八十一百差不多啦齁 應該是沒加水啦 嗯 嗯很好喝 就有點像這個芝麻糊的狀態啦齁 呃 當然如果 你不是上了年紀的人齁齁 你是年輕的小夥子阿 是妹妹阿齁 你也可以來喝喝看齁 這個 台北牛牛大王 還是有它厲害的地方齁 不會完全說這個 飲料沒特色 只是它已經 它的曝光率 廣告曝光率沒有那麼高 噢 嗯 但是分數還是要評價齁 如果以現在我的認知的話 它的分數是 八十分 因為小貴啦 小貴就扣點分數 但是品質是不錯的齁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 微微的冰沙齁 好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一個回憶啦齁 大叔喝的是回憶 好 再來是這個潛艇堡齁 那就吃吃看 應該就是麵包裡面夾了生菜 然後芥末醬跟煙燻牛肉 跟Suffer Whey有一點類似齁 好 這口味還可以齁 裡面的醬 還不錯 還蠻得我的胃口齁 酸酸的 有黃芥末 然後應該是有酸黃瓜吧 但是我沒看到 然後它這個醬汁 醬底整個就是酸酸的齁 嗯 酸酸鹹鹹的 然後牛肉也還蠻香的齁 當然跟Suffer Whey比起來的話 它的料是比較少 然後 麵包柔軟度也還OK啦 不會很紮實 但是也不會很軟 好 那這個分數就 就中規中矩啦齁 呃 78分 還好 好 那這個鏡頭可以看一下齁 新鮮的水果 嗯 哎呀 每天木瓜都要消很多齁 欸 欸 謝謝 好 那最後這是這一間店的名片齁 台北牛乳大王 然後這個名片後面就是 全部分店的地址齁 那今天我在這邊是中校店 地址是台北市中校東路四段 49巷 四弄十號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齁 原則上它就是屬於一個 懷舊風的 飲料店了齁 好 掰掰